苗栗县竹南镇关义渡公园拥有丰富的自然生态 近几年也吸引了不少游客来造访露营 而镇公所争取水保局的经费补助 实施环境绿美化 除了草皮、布道番、鲜级彩绘墙 也在地方士绅的协助下来广直花卉 让竹南观光秘境再升级 位于中港西畔的关义渡公园 是由水鼻仔、弹土鱼等丰富物种 构成的典型河口生态系 也是中港祠育工办理即将西港的所在地 提升环境品质 镇公所近年加强绿美化 透过立委陈超明办公室 协助向水保局争取经费 将草皮布道全面翻新 墙面也换上新装 我们这次一些纸草皮 一些绿美化 还有一些图案的废话 让大家了解 这边的一些自然生态 那因为可以说现在在假日的时候 很多的外地都会来这边 当作露营的一个基地 那我们希望很多相信 如果爱好露营的朋友们 可以到此一游 公所美意获得地方赞许 热心民众也以行动支持 广直花卉 大家出钱出力 齐心为家乡贡献 公所也打算持续向上级 争取补助 将藉由环境打通并串点 另外也会建置厕所 我们越前镇长 越前越镇长 也常来这边当志工 那附近的一些 这个退休的董事长 也两三个董事长 他觉得这个地方 真的非常的不错 他们也因为一些 可能比较做得不够 因为资金也不怎么够 那我们就 他就帮我们出钱又出力 真的是不错 不要说自己在地的 可能也很多 不了解这个地方 尤其现在 大部分来的都是 外地的一些朋友 知道说真的 祝那有一个新的秘境 兼具生态人文的 观艺度公园 在公司协力下展现新风貌 搭配接下来将设置的观景平台 不仅让往后的 即将喜港更有看头 也凸显中南多元之美